今天我的好朋友天四给我提起就是说 有这个机会希望说能够说我来谈一谈 这个沙奥地阿拉伯跟这个印度关系 其实他本来跟我说的是说希望说是谈这个海湾国家 那么我考虑了一下 一是因为范围比较大一点点 二是说当我在谈沙奥地跟印度关系的时候 我大概可以带一些有关于其他海湾国家跟印度的关系 我觉得这样子可能今天的时间也比较足够 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实在我的能耐也有限了 讲这么大的题目我也觉得说可能利有未在 没有办法 好那我们今天就现在先进入我的主题 下一张就是这一张的简报 我就带出来我今天的开头 就是在2009年的时候 伦敦还有一个国际书展非常有名 这个国际书展那次的国际书展呢 他是由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有一个基金会 那个基金会他叫做 Sikhzai Book Aware的基金会 Sikhzai就是说那就是阿联的国家元首 他一个基金会专门举办一个学术研讨会 这个学术研讨会上面就写的就是 他的主题就是印度与阿拉伯关系 特别讲印度与阿拉伯关系 而主办的这个单位呢 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一个特别的基金会 他们在伦敦的国际书展举办这个基金会 那么在那个研讨会里面 他们除了研讨会 除了这些有书展很多很多的翻译的书以外 因为国际书展 他们在那个研讨会里面还谈到 其中这个阿联有一位这个大学教授 他叫做阿里奈义米 他就讲了 他就说我们相信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坚固有益 有其历史的悠久的历史 我们这个两个地区的关系 这个紧密的联系 在一个互利互惠的发展上 让我们的这个文化不停的前进 然后我们两个文化 印度文化以及阿拉伯文化 在历史上一直不断的交流 使我们许多共同点相互影响 那么在过去来讲的话 我们过去相互影响 而且只有学习 只有合作 没有冲突 我为世界各种文明做了一个很好的 交流的榜样 这个是在阿联的当天 他这个主席讲的话 他特别请了一个 就是他们的基金会 他特别请了这位学者在那边讲的话 那么马上再下一张 谢谢 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在开会的时候 另外有一位学者 也是巴哈瑞的学者 也就是我以前在那边服务的学者 他也讲了 他就讲说早就在公元数千年以前 印度还有阿拉伯海湾国家 就有密切的贸易往来 但那个时候在巴哈瑞那边 有一个很老的文明叫Delman文明 还有阿曼有个叫做Magan文明 跟印度的Haparan文明 他们当时就已经有商船的互动 一直在交流 就特别提了这一段 那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件事情呢 就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国际书展 有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有巴林的学者 然后谈到在巴林 以前他们的古老文明 还有阿曼的古老文明 他们一直都跟印度有非常密切的交流 这个密切的交流 早在甚至于说是公元前 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有密切的交流 但是我们就可以发现 那一次的活动里面 你几乎是原则上你是不太容易找到 跟沙奥地阿拉伯有关的任何的 或者是重要的文字的叙述 或者是新闻 这就很奇怪了 因为我们讲阿拉伯半岛 其实大部分的土地面积 绝大部分都是沙奥地阿拉伯 可是相对来讲 沙奥地阿拉伯对印度的重视 就远远不如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也不如他旁边的巴黎巴雷 也不如他的阿曼 我们来做个比较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 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去 特别去思考或去看这个问题 说为什么要来看这个印度和沙奥地阿拉伯 之间的关系呢 那印度和沙奥地阿拉伯关系 它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制约了它在它开始的时候 没有办法很快的发展 那么这几年又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使这个发展有改变 同时呢我们在看今天的印度和沙奥地阿拉伯的 这个关系 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 甚至于说我们再往前看 我们对于未来的评估 印度和沙奥地阿拉伯之间的关系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 所以我基本上我的今天的一个想法 一个主轴大概就是围绕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间 我们来去谈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下一页 就是印度我们再仔细去看 从时间上来看 我们这个什么今天在这里 在座一定是有蛮多的这个 都是这个学者专家 他们呢 我们来看这张图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有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当这个印度在1947年独立以后 其实他们两国之间就有建立起外交关系 并不是两国之间并没有互动 当这个印度 它独立了没多久 其实他们之间就有外交关系 可是甚至于说他们沙奥地国王 大概在19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就是1950年代 他们沙奥地当时的国王 就有到印度去访问过 当然在那个时候 沙奥地还只是一个非常 非常的普通的一个国家 并不是那时候还没有石油危机 可是我们看这个时序上来讲 就已经有了 在历史上来讲 一共有这么多位印度的总理去沙奥地 阿拉伯访问 第一位当然就是尼赫鲁1955年 再来就是1982年 再来就是2010年 2010年之后 2016 2019 我们往后看来讲 我们就发现这个关系的进展 其实在80年代甚至于说我们可以说90年代 这个时候就已经速度非常非常的加速的在进展 尤其是这几年 就是2016年和2019年 我们很明确就可以感觉出来说 他们关系快速的在进展 那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 这个倒是值得我们来去好好的来去思考 为什么他们在1947年建立起外交关系之后 曾经在50年代曾经有一度还彼此之间互动还不错 然后但问题是说50年代以后到1982年基本上他们的互动都比较少 这个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去看这个时间顺序来讲 我们就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题目 可以去思考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 然后他跟其他为什么同样的这个阿拉伯国家 像我刚才讲说这个什么阿联啊 或者是这个什么阿曼啊 或者是说这个巴瑞呢 他们呢就不会有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来讲 我这中间讲一点点小笑话 就是说我记得大概是在20几年前 20几年前左右的时候 有一次呢我们这个有一位这个 我们的国防部的一位同仁啊 他要到这个杜拜 等于说是要派驻在那个地方 那么他要到那边去工作的时候啊 他就每天都一直跟我讲说 他说这个圣品啊这个 特别透过关系来认识我 认识我的时候呢 他就跟我讲说希望说来跟我学阿拉伯文 那是20几年前的事情 我当时就跟他讲说 你为什么要学阿拉伯文呢 他说不是啊 那时候我的公司的主管一直给我讲说 如果说你不会阿拉伯文的话 你到了这个杜拜区那边啊 连上街啊这个买菜都没有办法 我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说你要到杜拜区 你学阿拉伯文根本就没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杜拜你只会看到印度人 你根本就不可能看到太多的阿拉伯人 所以你还不如好好的学印度文 或许对你比较有效比较有方便一点 或者是说印度人他们很多人英文都不错啊 你可以跟他讲英文可能更好 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说 我到了巴瑞根工作的时候啊 那么有一次呢这个 我太太因为身体很不舒服啊重病 然后呢到医院里面去啊 那个到时候突然一下血库的血不够了 我就打电话跟我的一个好朋友啊 这个说怎么办啊 现在血库人不够 你可不可以拜托看看 从医院里面掉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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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过来 他立刻回答我说 你没有关系 我现在这有200个印度工人 我现在马上叫过去 看你太太血听是哪一种 他们马上就可以输啊 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 当然后来我太太这个 很顺利的渡过难关啊 所以说我常常跟我太太讲啊 就说其实你的这个血液里面 有很多人是印度人的血液 所以我讲这个就是说 我们可以发现啊 其实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印度 还有阿曼 阿曼来讲的话 其实他的印度人口啊 占他的总人数大概到20%以上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看早期印度和沙特的关系啊 却是相对来讲的话 就没有办法发展到这么样的密切 或者是不如我们原先预期的 就是像我刚才在那个开场白的时候 有介绍到说 两国之间文明很密切等等的因素 当然我觉得这里面可能跟地理 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说我们看 我刚才讲的那三个国家 不管是阿联也好 UAE也好 或者是说跟巴润也好 或者是阿曼也好 他们都是属于在海 对等于说是沿海一带的国家 可是沙奥地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内陆 不能说是内陆了 就是说它的国土面积比较大 它虽然也有靠海的一面 可是呢它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土 所以或许这个当然也是地理上来讲的话 或许这也是一个印度没有办法 很快的跟沙奥地交流的一个原因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 我们再仔细去回顾一下 我们就可以发现 除了我刚才所说的地理上的因素以外 它还是有非常多的其他因素 那我们看下一张 下一张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就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去看 一般来讲 会影响这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 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 我们来看国家与国家之间双边关系里面 我们在谈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会谈哪些东西呢 我们大部分都谈一些政治层面的 比如说价值观或者是宗教 或者是军事方面 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其次我们就要谈了很多东西 比如说像什么经济 还有我们国家的一些能源政策 贸易 还有技术 还有劳工 就是跟经贸层次有关的 再来我们谈双边交流的时候 我们自然也会去谈到一些像这个 社会风俗习惯是不是符合啊 比如说如果说 我们今天如果说谈我们跟 台湾跟日本 我们就会觉得说 哎呀我们在很多的地方就很类似啊 不管是这个什么宗教上啦 或者是价值观上啦 经济上有很多互补啦 然后呢社会风俗就是非常的类似 可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把我们 跟另外一个国家来比的话 我们就其他国家 譬如说是不是在亚洲的 我们去找一个 譬如说像非洲的国家 当然讲相对来讲 这些层次来这些层面来讲的话 我们自然就比较 没有办法那么靠近 那么我们就用这几个角度来去看 为什么这个印度和沙奥地的关系 在早期他一直没有办法 大幅度的进展 可是实际上在近年 我先把这个答案说出来 近年来印度的和沙奥地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进展的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一方面来讲的话 沙奥地他对于印度 也有相当多的期待 二方面在印度 也希望说从沙奥地阿拉伯这边 获取到更多 这一点我们从刚才的 两国高层的互访方面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首先我就说为什么 今天沙奥地跟印度之间 他们在关系上开始的时候 一直没有办法发展的非常的顺利 其实我个人看法 第一个原因就是所谓的价值观 也就是所谓的宗教的因素 我们知道 各位今天来听我的简单的心得报告的 师长还有同学一定都知道 印度它是人口大国 那么从伊斯兰教的教徒 或者是穆斯林 在印度它可以说是人口也有一定的比重 那么据我们现在的估计大概是两亿 可是问题是两亿听起来很多 而且我们如果说看现在全世界国家里面 它的穆斯林人口是最多的是印尼 超过两亿多 但是其次就是印度 但是印度里面的穆斯林 也就是伊斯兰教徒 虽然它的人数是世界上国家里面占第二多的 但是反过来讲 它是相对的少数民族 我的意思是说穆斯林在印度里面来讲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少数民族 它不会因为它的人数有两亿 它在里面就占有非常大的势力 或者是说两亿人口对很多国家来讲的话 很多国家人口都还不到两亿 可是问题是在印度里面 你的人口虽然是两亿 伊穆斯林教徒 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你还是一个少数 而且是少数来讲的话 可能还14亿来讲的话 你两亿实际上你占的比例当中 还不到20% 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讲的话 这就变成他们双边之间的关系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因为就印度教来讲 据我个人浅薄所知道 印度教它本身是一个 在印度本土所产生的一个宗教 但是伊斯兰教它却是一个 就印度教来讲的话 它是一个外来宗教 那么两者之间 其实在教育上来讲的话 有相当相当相当多的不同 怎么讲呢 我举个例子来说 在印度教来讲的话 据我所知它讲的是轮回 它讲的是有所谓的总性制度 但是在穆斯林里面它所谈的是什么呢 它所谈的是没有所谓的轮回的观念 它讲的是有一个真主有一个阿拉 然后它对于很多东西 他们基本上来讲 他们是蛮强调平等的 也就是说总性制度在伊斯兰教里面 基本上是跟它完全不相同的 这一个基本上来讲就差别很大 那么各位都一定也知道 就是说这两个宗教 在印度的内部里面事务上来讲的话 说实在的 他们常常因为价值观的不同 以及看法不同 彼此之间问题是非常的多 常常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 那么我也要说实话 这个我常常在讲 我觉得我常常跟阿拉伯人来聊天的时候 他们就讲说 其实印度人其实是蛮不错的 其实是一个蛮老实的一个人 他们做事情也蛮光明磊落 怎么讲呢 他跟他之间有不太 印度教跟伊斯兰教彼此之间 虽然是不合 但是他们自己也知道 他们是真的不合 不像什么中国大陆 他们在很多人对于穆斯人来讲 他们也是不太习惯他们的生活方式 可是他们就会用一些奇怪 比较特殊的方法掩盖了这个事实 但是印度倒是没有 可能他终究还是一个民主国家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 在宗教层面上来讲的话 他们的问题长期以来就存在 我想各位一定知道 印度跟巴基斯坦的战争 三次的战争 从他一建国开始 1947年开始 就第一次印度战争 1965年到1966年 又一次印巴战争 然后到1971年 又第三次的印巴战争 这些东西 其实从印度建国开始 穆斯林的问题 就是伊斯兰教 跟这个所谓的 跟这个印度教 其实就一直是 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 我们说 就是一个他们自己社会里面的 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因素 对印度而言 是不但是社会内部 同时也是他们对外关系上的一层 这个因素长期以来 就一直影响到 沙奥地和印度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沙奥地他自建国以来 他就有一个建国的宗旨 沙奥地他自己一直认为 就是说是建国以来 因为沙奥地的圣地 麦迦他就位于在沙奥地的境内 那么也因为这个因素 在沙奥地的宗教派别上来讲的话 他又是属于苏尼派 苏尼派的宗教里面 他刚刚好跟巴基斯坦的宗教主流 因为其实这个宗教上来讲的话 伊斯兰教其实我们可以简单 把它分为比较两个大派 一个是苏尼派 一个是舌叶派 那么巴基斯坦他自己内部的宗教 苏尼派又是个主流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沙奥地他本身因为他一直 希望说能够担任伊斯兰教的 等于说是一个领头羊 然后另外一方面 巴基斯坦跟沙奥地之间的宗教派别 也就是说在伊斯兰教的宗教派别上来讲 他们又是属于同一个教派 所以彼此之间 沙奥地从印度独立以后 他们一直就因为 一是因为印度内部的穆斯林 所受到的待遇 以及印度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一直都是影响到他跟沙国 沙国和印度之间 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发展 尤其是沙奥地跟印巴基斯坦的关系 又特别特别的好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 当然可能如果有机会的话 等一下我们还可以再聊一聊 为什么他的关系会这么好 但是我们从很多的角度来讲 巴基斯坦跟沙奥地阿拉伯 在军事上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在科技上的合作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切 我讲一个小插曲了 早年大概在1998 我看看应该是1970年代 那个时候我们跟沙奥地阿拉伯的关系 是非常非常的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好到就是我们大概是对沙奥地来讲的话 是说非回教国家里面最好的一个国家 跟他关系最好的国家 他几乎有什么大小事情 他通通的都这个带脱我们 或者是有什么心意找我们 那个时候他们国内要训练最优秀的 这个科学家 就是沙奥地他们国家里面 最优秀的科学家 那他们就在大学里面选出最好的学生 然后拍到国外去 当然也有一些是拍到美国 可是他们除了美国以外 他们另外还会再选两个国家 一个就是我们台湾 另外一个就是巴基斯坦 我有好几个好朋友在那时候念书的时候 他们第一学期就到清华大学受训 我到现在还记得 他们就到清华大学 老师的名字我都还记得 就是以前清华大学合工系的教授 叫中坚中教授 他那时候在清大任教 他就收了好几位的沙奥地的学生 然后下一个学年 那么他们这个学生就到巴基斯坦去受训 一直到今天为止 沙奥地跟巴基斯坦的关系 还是非常的好 这主要当然就是有所谓的宗教层面的因素 我刚才讲了 还有很多技术层面 文教交流 还有军事层面 那一直都是非常非常好 甚至于说在多次的印巴战争当中 尤其是一次二次三次 基本上沙奥地他都是站在支持 巴基斯坦的角度上来去看待相关的纷争 所以这个因素就使得 沙奥地跟印度关系一直很难大幅度的进展 所以我举个例子来讲 如果说你要进口外籍劳工就沙奥地来讲 因为他考量的是宗教因素 是他考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那么他会进口哪一些外籍劳工呢 第一他一定会进口这些临近的阿拉伯国家 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当中的穆斯林 这两个是他第一个优先 因为同个语言 那么他下一个在想 他一定会想的就是巴基斯坦 因为虽然巴基斯坦他未必会讲阿拉伯文 可是跟他讲是一个同样的宗教 那么对他来讲的话 他会觉得比较方便一点点 那么早期印度的经济 其实发展并不是很 并不是非常的好 尤其是在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其实那个时候印度的发展 相对来讲的话 远远不如今天 所以这个因素 我觉得是 也就是我认为在从政治的层面 这个因素就大大的影响到 沙奥地跟印度之间的关系发展 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而且我认为这个因素到今天为止 都还继续存在 还同时还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量 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个因素 当我们看完了政治因素的时候 我们就要来去看一下 除了政治以外 经贸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因素 也就是说两国之间在经贸上可会交流 刚才已经跟各位报道过 其实印度的刚建国以来 其实它的经济上来讲的话 其实蛮弱的 体质上并不是很好 老实说 这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沙奥地在1970年代的时候 它因为石油危机的关系 它在经济开始 尤其是70年代的时候 它发展就相当相当的快 我这边先麻烦 我这边有写了一个沙国的经济因素 我特别提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 可能对各位有点陌生的几个词 就是说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 以及第四个第五个第六个五年计划 麻烦洪小姐您帮我先放到下一个 对我这边有一个 沙奥地五年计划的减速 我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概念 就是说沙奥地自从他的以前 有一个跟我们台湾非常关系好的 一个国王 肺色国王 肺色国王 他对于这个 他是沙奥地来讲 历史上来讲的话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王之一 除了开国国王在内 他大概影响力都是第二 到今天为止他影响力很大 那么他在这个推动 国家建设的时候 他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每五年推出一个大的计划 每五年推出一个大的计划 那么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我们比较不特别去提他 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沙奥地的经济本身 因为还不到石油危机 他们本这个状况来讲还好 并没有特别的资金很充足 可是他二个 也就是70年代开始 第二个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这个时候因为他经济上来讲的话 因为他有很多的石油 他就迅速的开始 他的主要的目标就是要扩大石油生产 第二个 我这边漏了一个字 扩大石油生产 第二个就立刻建构大规模的石化工业 换句话讲说 从70年代这个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沙奥地 他基本上大部分的工业上来讲的话 他本身的能力 他虽然石油产出很多 尤其在美国人的帮助之下 但是他重要的着重的地方 是在于石化工业的建构 以及一些比较大的基础建设 那在那个时候 我刚刚好是供逢其师 那个时候我刚好就在沙奥地阿拉伯 我就可以看得到很清楚 就是说在沙奥地阿拉伯的 大部分的外国公司是属于哪一些 也就是外劳 要不然就是大型的美国公司 因为他们本身是属于大型基建 要不然就是我们台湾的公司 要不然就是韩国的公司 大概主要就是这几个 或者是一些欧洲的公司 那么他们的劳工也就是说 大部分都是找自己本国的 也就是说譬如说我们台湾的 我们早期讲的所谓的融工处 还有中华工程公司 大陆工程公司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到沙奥地去工作 那么韩国也是一样 韩国的那几个大型的建筑工程公司 也都是韩国人 美国也是一样 通通都是全部都是美国人 无所谓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所谓的国际团队 也就是说在这个团队里面有多国 多国人士 没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一直到了差不多 1980年代开始的时候 也就是第四第五第六 以及到今天的这几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沙奥地因为他的石油工业发展 那个时候已经到达一定的规模了 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去发展其他经济领域方面的发展 比如说服务业 举个例子讲 服务业 比如说教育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比较属于轻工业 或者是零售业 或者是商业 这个时候沙奥地在第四第五第六个 这个所谓的他的五年计划的时候 也就是在1980年代开启的时候 他就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说 他发现他的劳工不够 第一个是劳工不够 第二个是说他的劳工 本国劳工的技能也不够好 换句话讲说 他必须要有一些比较优秀的外籍劳工 而且是大量的优秀外籍劳工 能够到的 比如说像医生 比如说像护士 还有一些工程师等等 他就开始需要 而且需要的量非常的大 因为他本国的人 他本身这方面的人才补不进来 同时他也需要 换句话讲 各位就很容易就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就是说 当他在第五第四第六的五年计划的时候 他需要的是什么 他需要的是大批廉价又优秀的人才 所以换句话讲说 我的意思是说 当1970年代或者是更久之前 印度跟沙奥地之间在经济上的连结 没有办法这么样的密切的原因是什么 其中有个很大的因素就是说 沙奥地他在经济政策上 基本上他那个时候 有其他国家的外籍劳工 他们可以去 来去担任这些相对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石化工业等等 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很多工程师 都跑来沙奥地工作 根本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给印度外籍劳工 可是当他第四第五第六五年计划的时候 也就是1985到2000年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引进的外籍劳工 第一我们台湾已经没有这么多的劳工 愿意到国外去了 同时第二次我们的薪资也相对的提高了 这个时候是谁补上我们的 这方面的 等于说外籍劳工的人才的缺口 其实印度就开始在里面 扮演了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角色 而且相对来讲 印度在这方面人才 我所碰到的 不管是工程方面 或者是金融方面 或者是医疗方面 或者是农业方面 甚至于说 当然还有这个管理方面等等 各方面人才 开始在1985年代 1985年开始 到200年开始大批的进来 这个时候沙奥地 因为他自己本国的人 本国的这方面的人才 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办法 去应付他们市场所需求 所以这个时候 在这一段时间 也就是1985到2000年 甚至于到今天开始 印度的外籍劳工开始 就进来的次数 进来的数量 就不断的增加 不断的增加 增加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我等一下有一个数目的 有一个统计的简单的图表 到时候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沙奥国的经济政策 或者是经济结构的因素 使得沙奥国很自然的 在1980年代开始 开始就要慢慢去思考 要改变他跟印度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因素就是什么 这个因素就是说 沙奥国在1990年代开始 他的对外政策思考 他开始已经去要做一个另外的思路的转变 怎么样讲思路的转变 就是说因为1990年代开始 也刚好就是石油危机过后 其实石油的市场开始 就慢慢的不是非常的稳定 有的时候价格比较高 有的时候价格就不是很好 有好有坏 沙奥国人他开始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要对外的关系上来讲的话 我可能要去更加去注重 这个在国际上的那些人口大国 各位如果说仔细去思考 也就是说当沙国在1990年代 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非常的凑巧 刚刚好我们跟沙奥地的外交关系 有转变的时候 也就是在1990年代 也就是1990 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其实沙奥地他在思考这些 对外关系的时候 一方面有前面的政治因素 第二个他在1990年代开始 他已经去慢慢去思考 就是说一些你可以说是 未来有可能成为在经济上 比较强大的国家 譬如说中国大陆 譬如说印度 那这些国家他在1990年以前 他的重视程度是相对来讲 是比较普通的 好的第三个我认为也是经济的因素 没有多久各位也非常的了解 我们就所谓的金砖四国崛起 当然金砖四国这里面 是不是四国都非常的强 这个当然也不见得 不过他当初提出这个观念的时候 譬如说他讲金砖四国的时候 我们讲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 结果印度跟中国大陆 这两个的人口红利特别多 那么印度更是不但是人口多 而且他的能源需求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印度来讲的话 各位相信今天在座 大概每一位印度的了解程度 都是比我多太多太多了 我就不多说太多 但是各位也一定知道 就是说印度在能源方面一直以来 都是他们通通都是要进口的 那么到今天为止据我所知道 今天沙奥地的世界的能源进口大国 就是说他进口 我所谓能源进口 其实就是指原油和天然气 原油和天然气的两种 最低大当然就是中国大陆 它是世界所需求量的最大的一个国家 第二个就是印度 换言之来讲的话 今天印度从经济上来讲的话 它已经变成一个中国大陆非常 这个印度的印度已经成为沙国一个 非常重要的市场 非常非常重要的市场 那么我刚才提到特别提到农业 各位可能会有一点点这个 有点觉得奇怪 为什么要提农业 我在各位提出这个问题之前 我就先解释一下 是这样子的 因为各位也知道 印度很多的印度人民到今天为止 他们都是以农业为他主要的职业 农民的人口比例到今天为止都还非常的高 那么你既然是农业 那你一定很需要什么东西呢 你一定很需要肥料 那么肥料的一个重要的生产原料是天然气 是天然气 那天然气刚刚好 沙奥地也是一个世界上天然气生产的一个大国 所以说对于今天的整体的状况 已经有跟以前有相当大的不一样 在以前在以前来讲的话 印度可能只能经济上来讲的话 跟沙奥地来讲互补的程度 或者是互相需求的程度并不是很高 但是到了80年代的中期之后 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契合度就越来越高 一方面来讲的话 印度这种便宜又优质又忠诚 然后技术又非常好的这种印度劳工 越来越成为沙奥地的一个很重要的资源 人力资源 另外一方面来讲的话 印度也因为它的经济上的崛起 以及它的市场上的需求 它对于石油也就是原油 还有天然气来讲 它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而且根据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需求短期之内不太可能会减少 只会增加更多 而且昨天我相信各位 昨天我们也一定都有看到新闻 现在世界上的印度 它已经把英国挤下来 成为一个比英国更大的经济体 在未来来讲的话 很多人已经在研究说 未来印度会不会成为一个科技大国 因为印度会不会成为一个世界工厂 甚至于说印度它可不可能 可不可能 比中国大陆发展更快 这等等这些因素 再再都让印度跟沙奥地之间的关系 变成沙国它对于印度更加重视 更加更加的重视 好 那我们继续再看下面一张的五年计划的 再下面一张 好 各位我们可以看 这刚好就有一个图 就是说 我们看沙国的印度劳工统计人数 刚好就在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 在1975年的时候 其实人口非常非常的少 不过才3万多人而已 可是各位看 到了1987年 91年开始 99年 它的速度可以说是成急速成长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就是说 就沙国的经济结构 它有一个结构上的改变 它非常需要像印度这样子便宜 我又刚刚讲的 应该简单讲就是物联价美 像这种这么好的人力资源 沙国它其余要发展 它自己内部的这方面的经济 它必须要去找到像这样的人 怎么看 左边看右边来看 看过来看过去 对它来讲最好的一个国家 可以选择这些人才 那就是印度 当然除了印度之外 他们还有很多国家可以选择 比如说像巴基斯坦也是一个 可是以外籍劳工工艺术来讲的话 到今天为止 这个印度劳工相对来讲 还是比巴基斯坦更好一点点 好 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一下 这边就是说我们来看 到1990年那开始 印刷两国开始 他们就开始就是思考 两边都很清楚了 慢慢的开始很清楚 就是说对于彼此 都是越来越重要 其中另外一个 其中有一个一些具体的措施 比如说沙奥地在1990年代开始 他就支持印度在伊斯兰合作组织 给他一个观察员地位 伊斯兰合作组织 基本上这个组织 是费色国王他们那时候成立的 他就是全世界的伊斯兰国家 成立的一个组织 他据很多人的看法是这样 伊斯兰合作组织 他的规模大概只比联合国小一点点 那么目前来讲的话 虽然他是穆斯林国家 也就是伊斯兰教国家 他可以成为会员 可是有一些国家 他们本身未必是穆斯林国家 譬如说像印度 那个时候因为他的国内的 穆斯林的人口 已经达到了两亿多左右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不到两亿 可是他的人口数还是非常高 那这种状况之下 希望说对沙国来讲的话 他觉得说邀请他参加 也可以说他们至少印度的代表 可以代表他们的国家 印度的这些穆斯林来去争取 来去把他们的一些意见表达 另外一方面 他们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在这个组织里面 表达一下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些 一些沟通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他们来协调 这个组织其实他意义蛮重要的 等一下我再去谈 就是2019年那个时候 印度他取消了 克里克什米亚的治权的时候 那个时候组织他本身的一些政策 以及沙奥地在政策上面的一些影响 就可以看得出来 好那没关系我等一下再说 那么2006年的时候我们看 这个时候沙奥地阿拉伯国王 当时的阿布多拉伯国王 他就专程的跑了跑一趟去印度访问 他是这个少德国王 也就是沙奥地第二个国王 在1955年左右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55年对55年 我们看看看出来55年访问印度之后 第一个访问印度的沙奥地的国王 换句话讲说他们两国之间 在那一年1955年之后 曾经还算是不错 因为那时候刚刚双边都还刚建国 而且那个时候两国都 他的国际实力各方面来讲的话 其实都还不是很突出的时候 曾经有一段还不错的关系 很短暂 之后他们之间就一直没有办法很密切 但是2006年那年那次阿布多拉伯国王 他就当时他就专程到印度的区域上 而他就成为了第二位访问印度的沙国国王 那那次访问队的这个印度的沙铁关系 就是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 那么那一次他们签署了一个 所谓的这个战略能源伙伴关系 那么这还称之为德里宣言 那么协议还规定 通过长期稳定的方式 向印度提供可靠 稳定还有增加的原油供应量 也就是定期合约 两国还要就合资企业 然后以及公共的适应部门 使用天然气开发 达成一致的这个协议 他们之间就在这个能源领域 也就是说原油方面 其天然气方面 达到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共识 将来在相关的合作方面 也必须要更加的密切 当然这对双方来讲的话 都是各取所需的 因为沙国已经慢慢可以体会到 就是说石油价格的不稳定 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他必须要去想办法 把世界的这些重要的市场 做一定程度的拉拢 或者是说尽量的做到定期合约 我刚才也跟各位报告过了 其实当时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从人口的增加的角度 以及原油的蕴藏量 因为世界上主要的原油消费的国家 大致上来讲不外乎几个 一个就是美国 但是美国自己是生产石油的 而且美国自己生产石油 基本上是可以到自己自主的地步 到目前为止他已经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了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本身虽然生产石油 但是他的石油大概说是还是不够 他必须要从外面进口 另外一个两个重要的 除了印度之外 一个就是日本 一个就是韩国 这两个他们本身也是原油量 原油量非常非常非常的 需求量非常的高 而同时的原油生产也不是很多 但是他们用的量 目前来讲都已经低于印度 印度是几乎不产石油所生产的量是非常非常的少 同时天然气也是没有 但是他需求量很大 我们可以讲说他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 就是原油消费大国 所以这对沙奥地来讲的话 他是一个非常急于拉拢的一个国家 那么我这样子讲的意思就是说 我一方面讲就是说沙奥地跟印度的关系 从原来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 但是因为经济因素而慢慢的 双边的关系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重要 那么也就是说从量量变 慢慢的就变成了迟变 两国之间的关系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到1990年代就开始就相当相当的不错 好我们继续再看下一页 那我们现在看就是说 目前沙奥地和印度之间关系 其实我们现在看沙奥地和印度之间关系 我们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是沙奥地是印度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仅次于谁呢 仅次于美国中国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我这边要特别讲一个就是 仅次于美国中国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意义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不是第四 他是第三 为什么呢 实际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本身市场并不是很大 很多很多 今天你在阿联也就是杜拜 我们最常讲的杜拜 里面的商家他所从事的生意 基本上他真正的市场是在沙奥地阿拉伯 或者是伊朗 也就是说今天阿联这个市场并不是很大 他主要的是他旁边的两个大的腹地 一个腹地是沙奥地阿拉伯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他是一个 在2017年还没有改革开放之前 他的社会的制度相对来讲是保守的 那么伊朗是因为被经济封锁 这个时候阿联的经济可以突然窜起来 最主要原因就是说 因为他旁边有两个在经济上 或者是社会制度上来讲 跟他相比相对保守的经济体 所以他就可以发展出他自己自由贸易的地位 并不是他本身有这么大的市场 换句话讲说如果说我们说沙伯 是印度的第四大贸易国败 实际上应该是沙伯 就是第三大按照这样子来看 那么从能源上来讲的话 印度他从沙奥地进口大概是18%的能源 还有一些液化天然气 同时在2021年我这边的数据到2022年 他的双边贸易已经达到428亿一年 那么同一个时间实际上 我们可以看到出来这个数字就非常有趣了 为什么沙奥地那么重视这个印度关系 你看看印度自沙奥地进口的数量是多少 是340亿 可是他对沙奥地出口多少 只有87亿而已 而且他跟上一期的增长是高达50%左右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恐怖 当然这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是就沙奥而言 他享有高度的经济上的 他赚了我们就简单讲 就是沙奥他赚了印度非常非常多的钱 非常非常多 是以200亿来计算 对于沙奥来讲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市场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利益实质利益 对于他来讲的话 可能比我刚才前面所说的什么价值观 还有宗教因素来讲 他考量了就完全的 就考量起来就已经是不太相同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我们从现在的目前状况来看的话 未来沙奥地跟印度的关系会怎么样 我刚才已经大概说过了 就是说因为经济上的利益 沙奥地阿拉伯对于印度的重视 是不断的提高 同时印度 虽然看起来沙奥地从印度这边赚了很多钱 但是印度当然也有很多的外籍劳工 大概是200万以上 有一度曾经高位到300多万 最近这几年比较降低 因为沙奥地开始 他慢慢在实行沙化的政策 所以有一些外籍劳工 现在是慢慢的减少 但是印度劳工还一直都是非常的 这个数目上来讲 还都是还是非常的大 那么在这种状况之下 所以说沙奥地开始就是 在政策上来讲以前他可以说是一味的 可以说是完全偏向巴伊斯坦 只要是巴伊斯坦的事情 他大概通通都是偏向巴伊斯坦 可是这个事情在2019年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转变了 2019年那个时候印度 他把克斯密亚的自治权收回来 各位一定都很熟悉这个事 比我更加熟悉 可是那个时候沙奥地在态度上来讲的话 就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怎么讲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他在公开的立场上来讲的话 基本上他就是相对的温和 并没有说对印度发表什么谴责的言论 另外一方面沙奥地阿拉伯 因为他也是OIC 就是伊斯坦合作组织里面的重要成员国 也就是一个他可以有一定的票数在手上面 那那一次 巴伊斯坦原来是很希望说OIC这个组织 能够召开临时大会 然后来谴责印度 但是沙奥地对这个案子并没有非常的支持 并没有非常的支持 所以双边关系甚至于曾经一度搞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因素 就是说我在简报里面没有讲 就是说因为印度他慢慢的 因为巴基斯坦他本身在能源方面 他也比较多样化 他除了对于巴基斯坦来讲的话 他有很多的能源也是从沙奥地进口 可是他就比较多样 譬如说他可以从卡达 或者是说试着从 看可不可以从伊朗那个地方 取得一些能源的供应 甚至于说他可以考虑到其他的市场 来去分散他的能源 那甚至于说因为他们关系越来越不像无理 他自己也 巴基斯坦他自己也有观察到 就是沙奥地和印度的关系是越来越好 甚至于说他在伊斯兰的阵营当中 他也就没有像以前那么样的去完全 偏向到沙奥地阿拉伯 或者是对沙奥地之间的关系就产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 也就是说沙汉八的两国之间慢慢的温度就降低 可是沙和印之间他的这个温度就不断的提升 不断的提升 而且从未来来看的话 沙印两国之间的关系的提升程度 空间还有非常非常的大 非常非常的大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 我们对于未来的展望 我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 就是说不管怎么样讲 因为印度的他的有两亿的穆斯林状况 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 他都还是这个印度和阿拉伯国家 尤其是沙奥地的 尤其是沙奥地来讲的话 这个是会一个非常影响他们彼此之间关系 密切的一个很大的变数 我这边写不论是正面或者是负面 尤其是各位都对印度都很关心 你也知道说因为现任的这个印度政党 他这个莫迪总理 基本上他们的这个主张的这些政治主张 其实基本上来讲 有一定程度的民族主义的这个成分在里面 那么民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这个就比较容易引起了一些 就是说因为印度教终究是多数 所以说他这个就很不容易的 这个对于这个伊斯兰教很多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等一下我会稍微再提一点点 这些问题每一次一出现 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印度 以所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沙奥地 因为沙奥地一向是秩序为穆斯林国家 或者是伊斯兰教国家的这个 等于算是最具有代表性 或者是代言人这种关系 他一直认为他自己是代言人 不敢说他就是领导 因为实际上大家都很多的 最近尤其是现在来讲 想要争取就是说 他是伊斯兰世界的领导的这样国家都有 那他也不便于这么公开想 但他至少可以说是一定程度的代言人 所以如果说今天印度穆斯林 他受到一定的压迫 那么沙奥地他一定要必须要出来表达一些 一定要做一些表达或者表态的立场 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那么实际上来讲的话 双方面的经贸因素 对于他们两个关系的助力 也就是注意帮助来讲 那是非常非常高的 像沙国王储 他在2019年他到印度去访问的时候 他就要很清楚的表示 他说这未来他们就要准备 要在印度投资这个1000亿美元 当然了这个1000亿美元到底多 要分多久才会到位 而且是怎么样子的方式来去给 或者怎么样 我们现在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目前还看的不是非常的清楚 但是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沙奥地阿拉伯的政策来讲的话 他们跟在尤其在经贸上 在技术合作上来讲的话 沙国对于印度的重视程度 那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的 非常非常高 好 我们再看下一页 最后一页 那么我刚才讲说 所谓的宗教因素 其实我们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讲 就是所谓的价值观因素的 各位也知道 就是说前阵子 印度有几个重要的事件 比如说他的公民身份修正法案 这个反正我大概稍微说明一下 各位大概也有些朋友大概也知道了 就是说他们讲说有一些印度少数的民族 像什么基督教佛教还有拜火教等等 他们这些人如果说在印度里面能够 居留到一定的时间 他们就有这个权利去申请印度的国籍 但是这个法案它在推出的时候 微微就漏掉了穆斯林也就是伊斯兰教 这个事情就引起了非常大的风波 另外一个也不要讲说比较远一点点 我们就讲今年的今年来讲 今年的二月来讲就是所谓的投金尽利 也就是印度的好像快要到选举 凡事只要到选举的问题就很多 就有印度的某些地方 因为穆斯林他们所谓的一神教 就是说比较传统的一神教 基本上他们的女生是不可以把头发露出来的 那么当然那么就很多的保守的穆斯林 在印度的穆斯林他们女孩子都是带头巾去上学 这是一件在穆斯林国家来讲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可是就有一些比较激进的人 而且我自己看电视上的报道是 就是说他们还逼着执政党的橘色的彩金 然后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子 你不可以你这个没有穿制服 因为他们是全部都批黑纱 不可以进学校 那这件事情也为了这个 当然印度的执政党在这方面来处理都算是还算是不错 可是实际上来讲在人民与人民之间 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问题就非常的这个冲突 就蛮尖锐的 我们从电视上我自己看了以后 我都觉得说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对我们台湾来讲我们是 对我们来讲我们印象是对于说宗教是个人的自由 我们也不会去管人家宗教上有什么问题 可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宗教自由这个 这一个期待 这一个愿望在世界上 老实说有非常非常多的国家是做不到的 甚至于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个方面来讲是非常进步的 还有最近这个人民党的发言人 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性发言人 他因为在不知道要跟谁在电视上辩论的时候 以及他的社群网络辩论的时候 可能他可能就是就是不是可能了 就是说他用词上来讲的话 就等于算是冒犯了就是穆斯林 而且是穆斯林这伊斯兰教的先知 他说先知他在他的生活上 私生活上来讲他有一些他对有些批评 那这个批评非常的不得了 因为他是印度的执政党发言人 而且他发言之后居然还有另外一位 也是印度的执政党的一个很高层的官员 还复合他 这一下那次的问题真是搞得非常严重 搞到所有的阿拉伯国家 至少海湾国家很多阿拉伯国家 通通都把他们的印度的大使都找过来 对他发表严正的抗议 几乎是每一个阿拉伯国家 也就是每一个伊斯兰国家都对于他们这样做法 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当然莫迪他们也非常了解这件事情的严重性 因为实际上到今天为止 如果我们看印度的侨民 有人说印度的侨民现在大概已经高达 在海外的侨民大概高达3000多万 大概有1000万是在海湾国家 也就是说在波斯湾地区 这6个阿拉伯国家里面 那这6个国家通通都针对这件事情 通通跟他都表达抗议 所以说莫迪当立刻当机立乱 就是做出处置 也就是惩罚了这两位 他们的人民党的高层官员 但是这个事情的风波 还是不和出现了以后 彼此之间恐怕也不是那么一下子 就可以双方的气氛就比较好 至少大家看起这个谈起话来讲 还是蛮有点尴尬的 所以我认为未来来讲的话 因为从印度的从政治的层次 或者是价值观的层次来讲的话 因为印度教看起来 我们可以见到的未来 他一定还是印度国内的一个重要的价值观 短期之内我想是不会改变 那么如果说这个样子的状况还继续存在 就是说他们对于自己本身印度的价值观 他那么样的坚持 那么各位也知道 这通通你们都是专家 都知道比我更多 尤其是他们会跟印度国内的 所谓的少数民主两亿人口的穆斯林 他们此彼此之间 其实还是随时会产生到一些不愉快的一些事情 那这个东西将会是未来沙奥地阿拉伯 跟印度关系发展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这个是绝对是的 而且同时不但是沙奥地阿拉伯 同时也是印度跟其他阿拉伯国家 发展关系里面很重要的变数 一定是这个样子 但是除去这个因素以外 那我们看因为印度短期之内 从未来来讲的话 我们几乎可以很乐观的说 因为印度庞大的人口红利 还有他发展迅速的经济 他在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的能源和石油的消费国 刚才我也跟稍微报告 而且是仅次于中国大陆的第二大原油进口国 他会不会很快超过中国大陆 我觉得未来不是没有可能 未来不是没有可能 未来他应该都还是 甚至于说未来来讲话 因为看起来我们算最近的一些报道 因为中国大陆因为跟美国跟西方国家的一些经济上的冲突 很多的国际的大厂 通通都要移出中国大陆 然后到越南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印度 甚至于包含很多高科技业 昨天我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 但目前印度也算是一个他的土地也非常大 还是有很多地方非常适合这种高科技业 还有很多的一些产业来发展 我个人是对于印度的经济是抱持非常乐观的态度了 这个是多年以来一向如此 天师就知道我一向是如此 那么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所以从经济层面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沙奥地跟印度的关系是发展是非常空间大 但是这个问题呢 会不会就是说影响到就是在我刚前面有说的就是巴伊斯坦 他一直是印度和沙奥地之间的一个 关系上里面的一个很大的影响 内在一个影响 但是会不会印度就军事上或者是某一些的 还有其他一些政治议题上 会不会完全取代巴伊斯坦 这个我倒不认为 这个我不知道认为 这个我不认为 我认为巴伊斯坦在沙奥地的这个外交政策上的比重会降低 会降低 但是他降低的程度呢 到达一定的程度呢 他还是会继续的保持也就是说巴伊斯坦仍然会是沙奥地的一个重要的盟邦 尤其是在南亚地区 但是印度的重要性将会越来越高 甚至于在未来来讲的话 我认为印度的那个 就沙奥地内部来讲的话 他们再去调政策考量上来讲的话 可能会认为印度的重要性是远远超过于巴伊斯坦 因为一个是14亿 而且是还是不断的一直在发展的一个国家 另外一个才2亿对不对 2亿听起来虽然是很多 可是14跟2亿比起来那是真的是差太多了 差太多了 这些就是说我今天大概跟各位报告的内容 最后我还是也跟各位讲就是说 我认为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呢 也仍旧是会让沙奥地阿拉伯跟印度的关系 会发展更加的迅速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回到头来 我刚才前面有提到 沙奥地旁边这几个阿拉伯国家里面 我们来看就是UAE 还有阿曼 还有卡达 还有科威特 我们目前来看 目前在这个UAE也就是阿列大公国 他的这个印度的居民就有350万 也就是说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他的印度人是350万 可是他的本国人 他的本国人只有270万 那么另外在卡达呢 他的印度人印度的居民有多少人 大概76万 那么卡达他自己的公民是多少 自己本国公民只有32万 那么我讲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巴黎呢他大概有33万 大概也就是科威特大概是100万 阿曼呢大概是78万 换句话讲说 当你身边旁边的这5个国家 他们印度的劳工的比例都占这么样的高 而且他们在里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我觉得对于未来来讲的话 这一样也是会影响到沙奥地阿拉伯的 因为沙奥地阿拉伯其实他之所以 我刚才前面也提了过 他之所以没有办法跟他旁边这5个国家 一样的跟印度发展这么快的关系 主要的原因是我刚刚所说的 就是宗教还有一个人 宗教还有一些价值观的问题 其中价值观还有 早期曾经有一点点是因为说 这个印度跟这个前苏联啊 关系是相当密切 可是后来沙奥地自己也跟前苏 跟俄罗斯也互交了 对他来讲这个东西已经不重要了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发展的这个复数 只剩下这个印度教跟 以及跟穆斯林之间的彼此的不合 这个不稳定的因素还继续存在 剩下的他们彼此之间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互 或者是或者是相互配合的 那这种状况之下呢 你的邻国啊尤其是沙奥地 他最近从2017年开始 他大幅的就是走这个经济开放路线 他很多的步调啊都是参考啊 参考我讲参考呢 就是说他隔壁的这些国家 尤其是杜拜啊或者是这些巴黎啊 他们的一个模式啊 其中很大的尤其是杜拜 他的一个他能够成功的一个原因 很大的因素就是 其实我们要说印度的这个劳工啊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说总而言之 我觉得说这些外在的影响 同样的也会加速啊 今天沙奥地阿拉伯他要去思考啊 这个呃与印度的关系必须要提升 另外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因素啊 就是说因为印度他现在啊 本身的影响力是越来越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自己在这边就有一个切身体验的观察啊 就是有很多的国家啊 他的印度裔的这个居民或者是国民啊 他已经在那个国家里面扮演了一个 相当重要的程度的角色 随便举个例子来讲 摩里西斯啊 摩里西斯里面他的那个印度 印度裔的这个这个居民啊 他本身已经成为主流了啊 啊换句话讲说 这些国家里面你说他不是印 他你说他不是印 不是印 当然他不是印度 可是他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的呃当权者啊 或者是主流社会 他们很多都是印度人 那么这些呃沙奥地阿拉伯现在所思考的时候 希望说能够在国际之间啊 啊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来讲的话 印度他可以给他的这个呃 啊帮助或者是正面的一些东西是越来越多啊 啊整整整体而已来讲的话 我对于印度和巴伊斯 印度和这个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发展 我是持呃非常乐观的看法啊 我认为来讲话他们会越来越密切啊 而且呃而且这个呃 呃说不定我们到时候还可以来好好参考一下很多的东西 可以来借记一下 以上就是我简单的报告 好 好 好